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12月22日 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市场的头条新闻 今天路透社他做了一个报道 标题是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幅低于预期 三季度美国GDP年率上休至3.2%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幅低于预期 这显示了美国的就业市场依然紧张 而第三季度经济反弹的速度快于此前的预期 那么这是美国劳工部今天盘前他公布的一组数据 截止12月17日当周 初请失业金人数经季节调整后增加2000人 至21万6000人 那么经济学家们此前预计 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22万2000人 那么他明显低于这种预期 最近几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上下波动 但是都低于27万人这个门槛 也就是说你每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高于27万 他才会反映出一种劳动力市场达到某种平衡 那么目前的这样一种过低的失业金申请人数 他体现了目前劳动力市场仍然是过热 所以这也就能够解释今天美国市场今天为什么又下尿了 下趴下了 圣诞行情也不要了 LTE今天注意到有一个美国的专家 他在强调说美国可能进入了一种持续性的结构性劳动力紧缺 这个之前LTE也分享过有关重量级经济学家他们的一些判断 他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美国人你看看隔壁左右能上班的也都上班了 但是为什么又特别缺乏劳动力呢 坦率来讲他最大的缺口还是缺在移民这个环节 现在H1B签证非常难 过去美国很多低薪的工作都是靠这种工作签证或者是移民来承担的 那么很多没有生活在美国的网友总认为川普是严厉控制移民的 民主党拜登是放开移民的 这个歧视不然 就是你如果在美国留学的年轻的小朋友 你们可能有体会 就目前的H1B签证的获得与川普时期没有什么改善 就有一个现象我们不得不承认 就是美国政府在川普时期收紧了移民政策之后 到拜登政府他并没有做了很大的放松 或者是改变川普的一些移民政策并没有的 他只不过是在对待一些非法移民的一些措施上 他有一些缓和 但是也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敞开大门欢迎也不是的 所以这需要美国政府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思考这个劳动力市场 为什么出现这种结构性的用功紧张 第二条与网友们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对于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就特别重要了 今天早上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紧急的呼吁 说如果你圣诞节期间要旅行 请你现在就离开 那么拜登为什么做这样一种紧急呼吁呢 主要是因为圣诞节期间 美国呢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比较恶劣的天气 拜登今天早上说 这既危险 而且天气还非常恶劣 从俄克拉荷马州 一直到怀俄明州 绵阴州都会出现一些暴风雪的天气 拜登说如果你们都有旅行计划 现在就离开 这不是开玩笑 拜登说我正在告诉我的员工 如果他们计划明天离开 我会告诉他们现在就离开 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 一场巨大的风暴系统 预计将给五大湖地区带来暴风雪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人们很期盼的白色的圣诞 对于不旅行的 或者已经到达旅行目的地的 那么迎接一场白色的圣诞 也是人们非常美好的一种期许 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 有美国有16个州 将会在今年的圣诞节 出现白色的圣诞 有阿拉斯加南部和东部 东华盛顿州 俄勒港州东北部 爱达赫州北部和东南部 蒙大拿州西部和中部 怀俄明州的东北部 威斯康辛州的北部 整个密西根州 伊尼诺伊州的北部和中部 几乎整个俄亥俄州 几乎整个西弗吉利亚州 宾夕法利亚州的北部和西部 几乎整个纽约州 除了纽约东南部 弗蒙特州的北部 新汉布尔州北部和中部 缅因州的北部和东部 那么你在这16个州生活的网友 你可能就很幸运 就有一个白色的圣诞 但是要注意向拜登提醒的 这个暴风雪的天气 也还是有一定的安全的风险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 昨天 泽连斯基访问了美国 他旋风式的访问 在美国停留了10个小时 但是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 那么有关 泽连斯基访问美国 成为今天美国各大主流媒体 进相报道和评论的焦点 给美国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是 泽连斯基昨天晚上 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的讲话 泽连斯基在演讲当中全程用英文演讲 他感谢美国在战争中提供的支持 说明了这种支持的意义 并恳求美国进一步的援助 还发誓要取得胜利 泽连斯基的这个演讲水平非常高 今天LT注意到有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的一个评论 他说泽连斯基这个演讲 为什么能够打动美国人呢 他分析呢 就是泽连斯基他这个演讲稿啊 还是很智慧的进行了毛划写作的 他紧扣一个主题 什么主题呢 自由 保卫自由 珍惜自由 他说这个呢 因为是美国的价值观的基础 你跟美国人谈话 你不能去谈你的什么统一 领土完整 你的民主什么智力 你去什么反法西斯 美国人听不懂那些高声的道理的 泽连斯基从头到尾反复讲这个自由 我们为了捍卫自由 我们为了争取自由 我们为了争取我们共同的胜利 我们的自由也是美国人的自由 所以他是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 这个让他这个演讲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所以乌克兰人呢 他确实还是很智慧的 而且呢 尽管他肩负使命 是来美国劝导 来说服美国 继续或者更大的力度来支持乌克兰 但是泽连斯基他没有用哀求的口吻 他是用一种共赢的思想来舒服美国人 给大家念一段泽连斯基昨天的演讲 亲爱的美国人民 所有的州城市和社区 所有珍视自由和正义的人们 像我们乌克兰每个城市和家庭一样 珍惜自由和正义的人们 我希望这些尊重和感激支持 能在每个美国人心中产生共鸣 在困难和悲观之下 乌克兰没有倒下 仍然生机勃勃 这要感谢你们 这让我有充分的理由 与你们分享我们第一个联合取得的胜利 我们在思想的世界战场上打败了俄罗斯 乌克兰没有被吓到 世界上的任何人也不应该被吓到 乌克兰人赢得了这场胜利 这给了我们勇气 同时激励着整个世界 美国人赢得了这场胜利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成功的团结了全球社会 保卫自由和国际法 欧洲人赢得了这场胜利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欧洲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更独立 俄罗斯的暴政已无法控制我们 而且永远不能再影响我们的思想 所以执林斯基 十个小时的美国的访问 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毫无疑问 他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 毫无疑问美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那么第二个方面 LT也收集了一下美国媒体 对执林斯基访问美国的 外交行动背后的一些细节 或者叫一些花絮 当然这些在今天以前都是一些机密 那么今天已经执林斯基 已经回到了乌克兰 那么这些都被公开了 这些细节很有意思 首先第一个方面细节 就执林斯基到美国来访问 这个并不是乌克兰方面提出来的 这个是在12月14日 美国方面向执林斯基发出了正式的邀请 而且美国方面向执林斯基发出的邀请 除了白宫的邀请之外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 代表美国国会 也向执林斯基发出了直接的邀请 这个时间点在12月14日 这就是这次访问的由来美国人邀请 那么第二个值得了解的细节呢 执林斯基在出访美国之前 他到了乌克兰东部 就战争最激烈的敦列斯克地区去视察 那么在前线视察之后呢 他就全程坐火车 就从敦列斯克东部坐火车 一直到了波兰境内 那么到达波兰境内之后呢 执林斯基就下了火车 那么下火车的这个场面呢 也被波兰的媒体拍摄到 那么在短暂的火车站停留之后 执林斯基就上了一辆SUV 从执林斯基的随行人员来看 身边有几个穿着军装的安保人员 应该是乌克兰的安保人员 那么这些安保人员 随执林斯基一起到达了美国 美国CIA的军事行动人员 在乌克兰参与了秘密的保护行动 那么第三个细节呢 是执林斯基上了这辆SUV之后 就开始由美国空军承担保卫的职责 那么这辆SUV呢 直接把执林斯基送达到波兰机场上停留的 美军的C-40B飞机 这是美军的行政专机 也就是说执林斯基访问美国 是美军提供的专机 那么C-40B这种专机呢 在美国空军的专机分类上呢 它是属于第三党 第一党呢就是美国总统称作的空军一号 第二党呢就是美国副总统和国务卿 称作的空军二号 第三党就是这个C-40 那么C-40呢分两种型号 一个C-40B 一个C-40C 那么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呢 就称作的C-40C 那比这个稍微档次低一点点 就是长度略短一点点 那么执林斯基乘作的这个C-40B呢 是美国波音公司用波音737改装的 它的航程呢 比民用版的737提高了一倍 起落架也经过了特殊的改装 所以它更加安全 它更加能够适应更恶劣的机场 这是它称专机的情况 那么第四个细节也很有意思 执林斯基从波兰起飞 乘作美国空军的专机起飞之后 北约派遣了军机 对执林斯基的专机进行护航 那么承担护航任务的是德国空军 德国空军派出了侦察机来护送执林斯基 那么离开欧洲境内之后呢 美国空军就派遣了F-15战斗机 去接力德国空军的侦察机 那么在美军空军战机F-15护送下 执林斯基的专机安全抵达了美军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也就在华盛顿特区的这个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那么从美国方面这个接待规格来讲豪华 但是呢又比较低调 从美国方面介绍来看 执林斯基访问美国的这次全程的安保措施的规格 是最高规格 而且呢 执林斯基到达美国之后 美国公布了执林斯基10个小时所有的行程 那美国这样公布的话 他一定有他的安全保障 所以说在执林斯基下飞机内克起安保工作 就由美国的这个特群局全权接管 所以这次成功的历史性的访问 背后呢 还是倾注了两国各方面非常细致 精准的一些谋划 第四条与网友们分享的重要新闻是 今天路透社有一个报道 说由于温和的天气和充足的供应 欧洲天然气价格进一步下跌 那么这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欧洲天然气价格连续第五天下跌 基准期货在周三收于六月中旬以来最低水平后 下跌了7% 过去两周 由于温和多风的天气 抑制了天然气的需求 价格一直在下滑 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受到的高价格 抑制的工业消费通常会在假期期间放缓 液化天然气供应也依然强劲 一批邮轮已死往欧洲的西北部 德国也启动了两个新的进口码头 在经历了能源价格重创经济 并推升通货膨胀 至数十年的高水平艰难一年之后 市场形势正在缓解政策制定者的担忧 在阿姆斯特丹下午5点06分 欧洲天然气基准 荷兰近期期货价格下跌6% 至每兆瓦时91.9欧元 而且市场预计还会进一步下跌 那么分享这个新闻是让很多受到中国舆论宣传的网友 要更正一个概念 就欧洲在这个冬天没有那么不堪 欧洲人不至于靠义乌的电热毯来过冬 不至于像中国媒体说的要储备木材 德国人什么要捡些树枝要过冬 这个呢中共党媒描述的这样一种悲惨情况呢 没有在欧洲发生 也不可能在欧洲发生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与中国有关 抖音的美国子公司TikTok 努力达成美国的安全协议 与甲骨文合作储存美国用户的数据 那么路途社在报道中称 知情人士透露 流行的短视频应用TikTok 正提出以公平的方式经营更多的业务 并接受外部审查 试图说服美国政府 允许其继续由中国数字公司 字节跳动拥有 过去三年 TikTok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部门和机构保证 美国公民的个人数据不能被访问 其内容不能被中国共产党 或受当地政府影响的任何其他实体操纵 去年美国总统拜登撤销了前任总统川普 关于美国禁止TikTok的行政命令 但他的政府和这家社交媒体公司之间 仍在就一项可能解决安全问题的协议进行谈判 一位消息人士称 参与谈判的美国官员表示 TikTok为加强安全而实施的许多志愿措施 可能是允许字节跳动 保留起所有权的任何协议的一部分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政府是否最终会签署 这个安全协议 那么这个新闻呢 它证实了由来已久的北京字节跳动 与拜登政府即将达成协议的传闻 它做了进一步的印证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微妙很敏感的新闻 因为美国目前有11个州已经宣布 禁止在州一级的设备上使用这个TikTok软件 相信会有更多的州会加入这种限制 那么拜登政府他敢不敢逆这个潮流 敢不敢逆这样一种美国的主流的舆论呢 而且觉得呢 这个对拜登来讲啊 是一个很难做出决定的一项事 从他们目前做的工作 以及他们一直在努力想达成的结果来看 拜登他坦率来讲想放字节跳动业马 但是美国的两党 美国的各个州并不赞成拜登这个观点 所以尽管今天这个新闻透露出来 LT觉得这个新闻透露出来 它会激发很多方面对拜登政府的批评 所以拜登政府也许也在通过这种新闻来放风 看看美国社会反对声音有多大 但不管怎么样 拜登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试图放声TikTok 这件事是很诡异的 LT认为呢也很难得逞 就像拜登政府一直想恢复伊核谈判 因为川普把他废掉了 拜登政府一上来当做重点来谈判 但是谈来谈去 美国国内没有民意支持 所以说最近拜登终于讲出来说 伊核谈判已死 什么意思呢 你不是白忙活一场吗 这个TikTok很有点像伊核谈判那样的 就是拜登政府内部 这些外交官们 他们愿意达成协议 与中共方面形成某种默契缓和 但是美国社会目前来讲 还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你当然你可以一意孤行 一意孤行嘛 那就是2024大选你来买单 第六个方面 我们来分享一组新闻 就是有关中国防疫形势 最新发展的六个方面的新闻 然后我们一并来做评论 首先第一个新闻呢 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他报道标题是 消息称中国考虑 在一月份采取零加三隔离政策 具体时间和形势未知 彭博社报道中称 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计划在明年一月 缺减对海外旅行者的隔离要求 官员们正在考虑一下零加三的政策 即取消在隔离酒店和隔离设施中 度过一段时间的要求 进入中国者将受到三天的监测 中国目前要求旅行者抵达后 至少前五天的酒店或其他设施隔离 然后在家中度过接下来的三天 禁止外出 那么中共结束清零之后呢 再逐步再放开 他目前对国内的流动已经完全放开了 那么这个消息呢 他反映出中国呢对国际之间的流动也在放开 零加三呢就是目前香港采取的模式 那么香港媒体报道呢就更具体 他们还不仅说明年一月 就把它锁定在一月三号 中共会对外放开 那么这个消息呢 也是传闻很长时间了 今天的主流媒体作为一种 有一定的确切性的消息 在进行发布 那么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第二条有关疫情 中国疫情发展的新闻的是 新加坡媒体报道 就最近呢到新加坡打新冠疫苗的外国人里面 中国游客占了一半 那么澳门也有这种报道 就中国大陆的人呢跑到澳门就打疫苗 那么今天新加坡的早报 他报道说 由于目前是年底的旅游高峰期 再加上开始提供二架疫苗 因此这个月接种疫苗的外国人增加了四分之一 当中不少来自中国 每两名外国人就有一人是来自中国 新加坡开始提供二架冠状病毒疫苗 凡是年满12岁的新加坡永久居民 或者是短期的访客 可以通过卫生部的私人疫苗接种计划 自费接种新冠疫苗和追加剂 那么目前有七家诊所医疗中心加入了这项计划 提供辉瑞莫德纳等二架疫苗 就相较于原版的疫苗 二架疫苗可同时对抗原始和变种的毒株 那么新加坡的收费还是比较高的 就不含消费税 每季疫苗收费130元 新加坡员 新加坡员比美元都贵的 所以他这个价格为什么会这么高 新加坡人也是敢要 那么报道中呢也采访了一些 专程来打疫苗的中国人 就一位不愿意透露全名的诚信中国公民42岁 之前在中国接种了科兴疫苗 他打算一月或者二月和丈夫到新加坡 自费接种追加剂 至于打辉瑞或莫德纳都无所谓 我打算先买机票 再看看能预约到哪家新加坡诊所 在北京工作三年的新加坡人 王念琴35岁金融分析员 打算农历新年回新加坡到时候会抽空接种追加剂 他说虽然之前在中国接种科兴疫苗 但确诊冠状病之后症状较严重 他认为mRNA疫苗能够起到更大的保护作用 因此要赶回新加坡打这种mRNA疫苗 所以中国放开之后又出现一种新的旅游需求 就是到国外去打疫苗 既能旅游又能改善安全 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新加坡确实收的贵了一点 便宜的是收130新元 他们高的还收180新元的 而且不含税 这个没办法 人家可能就认准了 你中国人也没别的地方去打 第三条有关中国疫情的新闻 是美联社的一个报道 这就很权威了 就世界卫生组织非常关注中国出现严重的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表示 在中国基本放弃清零政策之后 该机构非常关注中国各地 严重的冠状病毒疾病的报告不断增加 并警告说 其滞后的疫苗接种率 可能导致大量易感人群被感染 那么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该联合国机构需要更多关于中国疫情的严重程度的信息 特别是关注住院和重症监护病房入院的信息 以便对情况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 谭德赛说 随着严重疾病报告的增加 世卫组织非常关注中国不断变化的形势 那么世卫组织紧急事务负责人 迈克尔瑞安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瑞安在过去一直是比较袒护中共的一些防疫政策 但是在今年瑞安就更多的批评中国的防疫政策 因为他一直批评中共采取这样一种变态的清零政策 不科学也无效 所以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说中国的这种放开啊 并不是因为放开以后感染病例才爆炸式增长 在放开之前已经失控了 就中国这种感染已经爆炸性增长了 所以他不得不放开 那么瑞安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他讲中国60岁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落后许多国家 而中国国产的疫苗的有效性只有50% 就大家知道 人家其他的西方疫苗 人家有效性都是80%到90 中国这个有效性只有50% 这就像抽签儿上的 扔硬币正反面 瑞安说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 弱势群体众多的国家来说 这种保护还不够 人家这次盖棺定论的评调 他补充说 虽然中国最近几周大幅提高了人们接种疫苗的能力 但尚不清楚这是否足够 迄今为止 中国已经拒绝授权西方制造的mRNA疫苗 事实证明 这种疫苗比中国本土制造的疫苗更有效 瑞安说 问题仍然是 未来一周或两周 是否可以有可以进行足够的疫苗接种 这实际上会减轻第二波的影响和卫生系统的负担 与谭德赛的观点一样 瑞安说 世界组织没有足够的 关于严重疾病和住院程度的信息 瑞安还批评 中国对新冠死亡的定义太窄了 考虑到感染的严重程度 死于新冠肺炎的人 许多不同器官系统都受到伤害 因此将新冠死亡诊断 仅仅限于呼吸衰竭的人 那么将大大低估 新冠相关真实死亡数据 所以中国他收窄了新冠死亡的定义之后 这就让中国的未来 中国官方统计的新冠死亡数据会大大下降 那么他会掩盖这个疫情的真相 那么世界维生组织他举了个例子 你比如说英国和西方多数国家 他们是怎么定义新冠死亡病例的呢 他们认为只要你新冠检测成阳性之后 在28天之内死亡的人 全部算新冠疫情死亡病例 就大家听出他这个定义的内容没有 就像发达国家 他们判定新冠病毒死亡病例的标准 就是只要你是阳性确认之后 那么在未来的之后的28天死亡的 全部算新冠死亡病例 那就包括你28天你复养 你转阴了那也得算 你不管是呼吸道的毛病 还是其他的心脏方面的毛病 还是其他方的毛病死掉了 都算这个新冠病毒死亡病例 那么相比较你看中国范围多载 你感染阳性 而且只能是呼吸衰竭死亡 其他死亡都不能算 所以这个呢 他会让新冠疫情死亡数据失真 当然中共他也不怕失真 他就是为了失真 他不想让大家知道中国有多严重 那么对于世界卫生组织 对中国疫情的这种担忧批评质疑 中国官方是什么态度呢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人家做了全面的回应 毛宁说 自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始终坚持 依法及时公开透明 发布疫情信息 并坚持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情况 有关具体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可以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 这这一杆子全部打回去了 说第一 你们说我们不透明 你们需要掌握中国的这个严重的感染者和住院的情况的信息 我们该报的都都报了 你们如果还需要了解的话 你们去找中国具体部门去了解 你们不要在那批评了 这一下不承认 不配合 全面否认 批评 这也能想象出来中国的态度 但是中国外交部 这些外交战狼 他们有时候就是一种 集齐人 他们的真实感受 真的是像他们这种战狼式的豪迈吗 也不是 今天中国网民也在议论一个事 就是中国外交战狼赵立坚 他的老婆 网民叫大春和臭丫头会 12月19号在微博上抱怨 你要发烧几天才会好啊 我已经一周多了 买不到消炎药 感冒药 退烧药 好无助 这些药都去哪了 你看这个外交部发言人 你不是这个情况好 那个情况好 而且昨天毛宁还讲了 美国说要给送药 我们不够用 不需要 不需要 你看你在赵立坚的老婆买不到药 而且一个多星期 烧了一个多星期了 连感冒药 消炎药 什么药都买不到 那么也有中国的一些消息说 赵立坚也被感染了 这挺好啊 赵立坚不是说 在疫情下 生活在中国 你们就偷着乐吧 你看他老婆也偷着乐 买不着药 所以说在肉眼能够看见的 中国的这种 疫情的灾难的情况下 中国外交部的 这些发言人 仍然在宣扬一种 不存在的圣死太平 第四条 与网友分享的 中国疫情的新的发展 是张文宏在今天 在中国海军军益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的 健康大脚 唐上对目前的疫情海啸 他做了一个数学的这种推算 大家还是能够感染 感受到目前的疫情的 有多严重 尽管有很多网友讲了 我就发发烧 什么还好了 而且还在网上还分享 晒一晒 但是你作为传染病 专业的疫情分析来讲 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张文宏在今天这个演讲当中说 这一波全国疫情来势凶猛 大家感受到重症病人多 是因为感染率高 他举了一个数学模型的例子 他说以一千万人口的城市为例 如果百分之五十的人 在两三个星期全部感染了 那就有五百万人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人需要住院 那就是五万人 这个数量还是很高的 所以张文宏建议大家保护好自己 勤洗手戴口罩 不往人多的地方聚集 探望老人时要坚持戴口罩 所以张文宏这段话 他是给出了一个保守的计算 就是千万人口的城市 如果百分之五十的人 在两三个星期感染 那么至少有五万人会住院 就大家去测算一下 这个医疗系统会遇到多大的困难 北京目前是中国医疗最发达的城市 但是目前已经开始了 全国各地派医疗队去支援北京 那可想而知 其他一些城市像这样爆炸性的增长 谁来救啊 你中国同时发生这样的疫情海啸 这种医疗资源的这种紧张 短缺崩溃 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 所以一千万人口的城市 可能有五万人住院 那么这个呢 是张文宏讲的一个 最保守的这样一种比例关系 同时张文宏呢 他也讲了一个中国网民很关注的问题 就在这一次的疫情海啸当中 北方的普遍比较重 就是症状比较严重 南方的相对轻一点 他说上海呢 是介于南方北方之间 所以张宏这个说法呢 他就没有从病毒的类型来区别 所以他也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说有些人讲说 广东的这个毒株啊 与北京的不一样 所以广州人感染轻一点 张宏讲这个观点呢 他想传递一个意思呢 就是各个地方啊 地域上 人们对这种病毒的反应程度是不一样的 当然他没有具体在讲这个里面的道理 所以我们在生活在北方的网友啊 你可能要更加小心一点 第五个与中国疫情相关的最新新闻呢 是新加坡早报啊 他今天有一个报道 标题是 中国通报死亡人数不增反减 专家认为 中国的算法比国际的算法要保守 就这个面儿了 更窄 中国官方对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做出明确定义后 星期三通报的死亡人数不增反减 那么受访的卫生专家指出 中国判断新冠死亡的标准 与大部分国家不同 是采取的比较保守的计算方式 中国国家物件委的官方网站 星期三 他通报 中国过去24小时 没有新增的死亡病例 但累计死亡病例呢 反而减少一名 那么减少这一名呢 是因为北京减少一名 就是说 因为你这个修改的标准 收窄了这个死亡定义 所以他们要减少一名 之前已经通报 已经公开了的死亡病例 再减少一名 也就是说 累计的死亡病例 从5242例 修正为5241例 那么病例学家们认为 中国的这种定义呢 它是与2020年的 疫情初期那种定义呢 是完全一样的 但目前的病毒已经变异了 再用2020年的那种定义呢 这个会漏掉很多病例 那么路透社报道 美国约翰霍夫金斯大学的 病理学教授 马兹尔认为 中国这样的定义 会漏掉很多病例 尤其是接种疫苗的人 因为他们死于肺炎的 可能性很小 马兹尔形容 中国的这种定义 是在新冠疫情爆发 初期的一种思维 认为只有新冠肺炎 才会致命 他说这种思维不合理 因为如今医学界已证实 新冠病例引发一系列的病发症 有些甚至是致命的 亚太临床 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学学会会长 丹玛雅教授 在接受联合早报的访问中指出 中国一直都采取 较为保守的计算方式 他认为新的定义 不会改变中国对死亡病例的计算 而此举也难以去真实的了解 中国疫情的状况 实际上各国对判断新冠死亡病例的定义 有所差异 彭格社报道中称 在美国任何人因新冠病毒死去 无论是肺炎病毒引发的并发症 都作为新冠疫情死亡病例 那么在英国新西兰 任何人在新冠检测层阳性后 28天内死去都算作新冠死亡病例 那么这个呢 让我们能够了解的 就国际的专业人士是怎么看中国的这样一种啊 缩小版的这个新冠死亡病例的这种规定 就是漏筒 故意的减少减小这个数据 第六个与中国疫情相关的重要新闻呢 是今天有几个国际主流媒体都做了这个报道 是一家位于英国伦敦的疫情研究公司 他们发布了对中国疫情现状的一些测算的数据 因为现在中国疫情究竟怎么样呢 中国民间有人讲疫情海啸 有人讲病毒海啸 但是官方数据呢 是形势越来越好 尽管官方媒体在描述各地的疫情现状 大家都感受的很严重 但是你数据无从得知 那么就像疫情之初武汉的疫情一样 最早发布数据的还是英国这家公司 那么回头来看 就当时这家英国公司发的数据还是很靠谱的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尽管中共方面他来掩盖真实情况 那么这家英国公司 他的报告标题是 中国目前可能每天有100万感染病例 每天有5000人死亡 这是他报道的核心的标题 那么这家公司的报告当中 他说根据新的分析 在应对预计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疫情过程中 中国每天可能经历100万感染病例和5000例新冠死亡病例 对于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 情况可能还会变得更糟 这波疫情可能会使1月份每天感染的新的病例上升至370万 并且自大流行病首次出现以来 一直对其进行的追踪 该组织统计 届时可能会出现另一波感染急增 也就是说到明年3月份 每天的峰值可能会推高到420万 那么他这个数据怎么测算的呢 他是通过各个省的省级数据 对中国爆发疫情的规模和死亡人数进行建模测算 就通过数学模型来进行测算 那么这种测算的结果呢 与今年2月份就香港啊 开始采取共存模式以后出现的疫情高峰 以及台湾放开以后出现疫情高峰的大体上的是一致的 甚至还略低 所以说到今年1月中旬每天370万 到3月份第二次高峰每天420万 这个不是很离谱的数据 这个是你按香港的这个推算 台湾数据推算是一种很可信的一种数据 当然中国真实的情况究竟会怎么样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 因为中共他要来掩盖的话 你没有办法知道真实情况 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包括2020年初那场疫情来看 就英国这家公司对中国疫情的分析和判断是可信的 那么对于今天我们分享的六条 与中国疫情相关的这些新闻 LT呢想做一个方面的评论 就中国的疫情目前呢是非常严重的 尽管绝大部分的网友 你感受不到一种灾难性的结果 但是作为流行病 他在一种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哪怕很小比例的人成为重症 成为死亡病例 那么对于整个中国来讲 人口基础这么大国家来讲 那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 所以我们理解中国的疫情呢 他要从统计学角度来理解 而不能够从啊 我自己或者自己的亲属 感觉还好啊 没那么严重 人们在统计这个疫情的这种伤害 疫情的数据 它是在大样本数据基础上的一种统计学的概念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对中国疫情究竟有多严重 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科学 就第二个方面呢 中共呢 他目前采取的策略呢 也许是内警外松 也许是 他就是二愣子 他也并不清楚 因为为什么说也许是内警外松呢 也许中共内部 他不愿意让外界知道中国疫情有多严重 他知道有一些真实的数据 他不对外公布 他甚至知道政治数据之后 他把它改小 比如修改死亡标准 他把它改小 但也有一种可能呢 在中国的某些地区 或者很多地方 官方他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 所以说对中国目前疫情真实的现状 从公开的信息 你没有办法掌握的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中共对这样一种灾难性的信息啊 进行模糊处理 甚至是把它掩盖掩藏 这个是中共是有历史经验的 这也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你比如说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 究竟死了多少人 那么中共他既可以说一个没死 你也可以说死了三千万人 因为中共有一些党内的文献 有一些当时的做统计的官员 他们承认有三千万人 或者更多 甚至叶剑英也讲过这句话 但是中共的正式文件里边 他从来不写这个数据 他不承认死了几千万 而且呢 他把人为的制造的这样一种灾难 他把它定性为三年自然灾害 那么灾害有多大损失呢 没有数据 或者我不告诉你数据 同样在经历了两到三轮疫情高峰之后 中国大部分人取得了群体免疫的这样的效果之后 这场疫情呢 在明年一定会结束的 那么结束 明年结束疫情之后 那么中共毫无疑问 他会宣布取得了胜利 而且胜利归功于习主席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但是对目前发生的疫情海啸 给中国带来多大的损失 有多少人死于这一场灾难呢 中共他一定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他一定会重演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既允许你民间 你议论有些死人 官方他不承认有大规模的死亡病例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 就是中共他铁了心 不想面对现实 铁了心不想让人们知道 灾难的真实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 你确实要小心 你确实要保好自己 保好自己家人 你看张文宏 他说的那么直接明了的 有一千万人的城市 你很可能就五万人要去住院 那么你那个一千万人 在中国来讲 所有的地级市可能都有一千万人 有些县也能够达到一千万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医疗系统的崩溃是大概率发生的 所以说张宏他这个给的支的招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不要挤在疫情高峰那个时候去感染 你如果挤在那个时候去感染 你又碰上医疗资源的崩溃 万一你是重症的话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所以说尽量的保护自己 让自己晚一些时候去感染 或者感染以后积极的治疗 来缓解这种病情的发展 你只能够采取这些措施来自救 因为你整个中共官方从宏观上来讲 他已经对这次疫情的最坏结果 他认为他可以承受 对中共来讲不是个事 就你死一百万死两百万死三百万 对中共来讲 他认为不是个什么大事 但是死一百万两百三百万 落到每一个家庭 那就是个大事 所以在中共明确了 他对这场疫情的真实态度之后 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只能立足与自救 这是我们分享今天有关中国疫情 六个方面新闻最想表达的这样一个含义 以上就是今天与网友们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